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1月23号 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求是网发文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 署名为宁波市委宣传部的续栏 文章指出 自闭中国正成为当下某些人的时尚追寻 一些教师在课堂内外 大谈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抹黑中国触犯意识形态的底线 文章还点名批评 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芳 在微博中大谈宪政 以及艺术家陈丹青发文 过度美化美国诱导民众 此文在中国社会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讨论 以及知识分子的反弹 该文引发争议的焦点在哪里呢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人 29号提出 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课堂 那么中国的高校课堂到底应该教什么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 一位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腾调博士 博士您好 您好 另外一位仍然是哈德逊研究所的 客座研究员 韩连超博士 非常欢迎 谢谢 那此外呢 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 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 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首先请韩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样一篇文章 在中国的知识界和中国社会 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 我觉得首先这是习近平的这个整个对疫情态掌控的一个战略的一部分 主要是一个焦点就是 对思想进行控制和反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斗争 习近平自从上台以来 我们知道从 在2013年的时候就发了一个9号文件 那9号文件之前就有 还有一个这个中共中央关于所谓的这个高校青年教师的这个思想工作的这个意见 那个文件 那个16条 这16条就是把这些所谓意识形态 青年教师的这些一个存在的问题 自由化倾向 普世价值 什么什么宣扬西方价值 这些就提到比较高的高度 这个要要进行掌控要进行管制 随后呢就又出现了这个所谓的七不准 这个9号文件的七不准 那么现在发展到现在又进一步的在这个基础上加强了所谓这个高校工作的这个这个这个意见 他讲的就是这一套整整体的一个思想控制的一些一个这个具体的办法 之所以引起这个这个争论呢 就是一个对思想控制和反对对性的这样控制的那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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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一个斗争 滕彪我们看到呢就是刚才韩先生也谈到说中共呢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啊 那我们看到呢求是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呢很多的官媒是纷纷的写文章称求是这篇文章啊 像比如说环球时报在1月31号有一个社评说是说的是西方政治价值观别扯偏的 那么在这篇文章中呢他们把宣传思想工作呢提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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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 那么说呢就是宣传思想工作搞好了就是正效果搞不好就容易出现负效果 甚至搞成这个客观上损害党和国家形象的高级黑啊 那么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共如此的重视高效的政治思想工作呢 这个要从根本上还是跟政治制度有关就跟它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有关 因为它这个政权并不是靠这个选举靠这个承认来上台的 所谓这个这个枪杆出政权这样的话它的合法性从一开始就就面临问题 所以它要靠这个意识形态靠这个动员那么那么就在这个意识形态啊 在这个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等等要要要要有很多很多这个谎言的成分 那这个是它是它这个统治的一个基础那这些这些这些谎言这些这些这个宣传就要通过这个 其中主要一部分就就通过这个高校的这个思想政治工作 通过这个教育系统完成的 这是我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您要补充是吗 我就想另外高校呢这个青年学生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他 比较没有保守思想可能很多这个大规模的这种抗议活动 都是从高校引发的那么六四很明显是一个 那我们知道在在香港的占中活动和这个太阳花学院都是从高校开始的 所以他对高校这一块非常非常重视 或许共产党自己搞地下活动也是从高校要开始 当然农村也是农村包围城市 但是很多在所谓的这个敌战区都是通过高校来发动群众来来多取政权的 所以他对这个非常非常警惕 韩先生您说到这个呢我刚好想起就是今天昨天吧 2月2号袁贵仁先生呢发了一篇文章 说是青年师生是敌对势力渗透分化的这个重点人群呢 您如何看待他说了这个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种误判 把一种学术上的这个独立思想上的自由 看成对一个这个一党专制的这个威胁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判 这种误判会把中国推向倒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我们知道从中国只要追求这个宪政以来 已经一百多年了 从陷害革命以来 那么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维护一种封建的这个统治 实际上是把中国推向更落后 更原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封建统治 这个这个地步 让中国不能进入世界强国 我觉得这个做法是非常愚蠢的 其实林昂你刚刚提到这一点其实说的没错 我们知道说很多高校里面其实要求就是批判性的思考 独立思考才能够进行更多不同的研究 新的发明 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环球网上有一个社评 就是针对这些事情的一个评论 他里面说如果把坚持西方价值观的政治主张看得高于一切 那么失去了大学教授职位 或许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损失 而且还说如果在美国大学里宣扬某些极端政见 也会待不下去 您的这个观察是这样子 美国大学里面如果有说我反对现任总统 或是我支持某个候选人 真的会待不下去吗 那是胡说八道的 这个美国包括你这个很多 在这里支持所谓的圣战的 这个义布斯林圣战的教授 都还在美国这个学术界继续指教 但是我觉得这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说什么是政治的价值 正确的价值观 谁来决定这个价值取向 我觉得中共并不是反对西方价值 他反对不管是东方价值还好 还是西方价值还好 任何会危及到他一党专制 这个封建统治 他都会反对 我们讲这个职产不会相效 这个孟子的这个民本思想 这些都是不利于共产党的这个封建专制 一党统治的 这些东西他都会排斥 那么任何西方的这个所谓的价值 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价值观 有利于他的这个一党专制的时候 他都会吸收都会采用 都说这是正确的 任何不利于他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普选权 马克思在这个论法兰西论战里头 讲得非常清楚的这个普选权 他也会排斥 在战争中间里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他的这个取向 价值处向就是中共 这一小撮权贵说了算 他认为是正确的就是正确的 他认为危及到他的这个安全 为他执政安全的 那就是错误的 这个是非常可笑的一个做法 这个问题可能滕彪先生来回答 因为您有亲身的经历 您在中国的高校也教过书 然后您现在在哈佛大学 做访问学者 您来跟我们比较一下 就是这个 就是您所在这个哈佛大学 是否像环球时报说的 就是这个西方呢 不会允许他们的大学的讲坛的服务 成为就是宣扬西方制度走向没落 西方应该接受世界性权力转移的 这个思想堡垒 您的观察是什么 这个在西方 在美国这种大学自治的情况下 这个学术是非常自由的 这个政府或者政党是不可能干涉 一个大学教授在课堂上的任何观点 包括课堂之外的各种学术观点 这个都是不可能受到干涉的 反而在西方他对政府的批评 对西方制度的这种挑战 质疑对这个自由民主制度的各种挑战 这个是恰恰成为主流 在这个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主流 包括对中国这种一党制 这种经济腾飞 对中国的这种赞美等等 肯定性的评价在美国也是非常有市场的 所以他说西方社会不允许 什么挑战他的政治制度 这个也是颠倒黑白的 只有中国这种才是对学术自由 对大学的支持进行完全的控制 韩先生要补充 我就是想顺着陈彪刚才说的 其实美国的这个学术界主流思想 占主导的基本上是左翼思想 就是说鼓吹这个社会主义 鼓吹马克思主义 技派占主流 恰恰相反那个保守的支持美国 所谓的市场经济的 在学术界反而是 非常的变成支流性的这个学派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说美国也反对所谓极端的 这是完全没有胡说八道的事情 好的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您先来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正在带您关注 求是发文P高校的教授 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 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 首先请云南的周先生 简短地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我认为求是发表这个文章 其实是对自己文化 对自己意识形态的不自信 首先这些教授 他中国这些能够发表这种言论的教授 其实是有三点 一个是有悠患意识 一个是有良知 另外一个就是要有党量的 才能发表这些 中共这个独裁体制 它就是靠这个封锁干扰 靠控制来维持统治 它无法放开这个意识形态 它害怕这个言论自由 所以它拼命地想压制 但是现在这个网络时代 这个信息时代 确实也压制不住了 他们很不自信 可以说 谢谢啊 好 谢谢云南的周先生 接下来请重庆的米先生 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米先生您好 米先生 我想说就是这个 我想说就是这个高校的话 加强这个意识形态控制 只能说明是中共的统治 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危机的状态 因为今年开始的话 比如网络封锁就已经加盐了 然后面的言论管制也进入一个加强 我觉得这个跟那个教育的意识形态控制是相似的 好 谢谢重庆的米先生 接下来请浙江的杨先生参加讨论 杨先生您好 你好 您好 大家好 我看一下我的看法 这个共产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 它的变证法 就是限制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了 马克思说这个是正理 你可以去研究 那个是迷信 你不能去研究 如果你去研究的话 他就给你扣一个很大的帽子来 然后我想谈到民主和现正 我想这是能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了 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这个就是很说明问题了 好 谢谢浙江的杨先生 我们时间有限 就请您发言到这里 最后请广西的陈先生 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陈先生您好 您好 我想说的是 就是自从在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当中 几百年之前的第一所高校成立以来 一直到现在这么多高校 它倡导的都是这个学生的学术思想的自由的交流 然后的话都是提倡了这样一种精神在里面 而前两天这个教育部长延贵人他所提出的 这个要管控控制高校的意识形态 其实这是中共通过想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 就是青年一代的这些思想意识 我觉得本身就是非常的可笑的 因为我们知道最高校来说 应该是让他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团体 一个机构 让他能够自由的去进行这学术 还有这些思想意识上的这种研究和交流 我觉得通过这种外在的干预的话 这是非常荒谬的 好 谢谢湖南的赵先生 我们最后请上海的陈先生来参加讨论 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是这样子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我不知道就是习近平的一个 就是幕后的一个政治团队 他是不是有做过一个市场一个表演 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已经你是无法去控制住 就是说这种言论 包括你是去海外去看一切自己的信息 我也不知道他的这种做法 是迟暮之眠的这种垂直挣扎 还到底是他们对于就是 对于整个意识形态判断的一个无知 这就是我的一个观点 好 谢谢上海的陈先生 湖南先生您给点评一下 上海的陈先生的发言好吗 我觉得他们很明显的是感觉到这个失控 就是意识形态失控 尤其是网络的出现 他们不能左右意识形态了 所以他觉得由于这种失控感 产生一种执政的危机感 不安全感 就是像周先生说的没有自信 他要是真正有自信的话 他不怕人家来有言论自由 来对这个共产党进行批评 很多批评像包括何卫芳 包括这个陈丹青 都是出于一种对国家前途 对人民前途关心 对中国的这个长远福祉 这个角度出发的 不是说是要搞垮这个中国 要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是真正的爱国人士 是一种自知之心 陈丹青可能还是美国公民 那么回国去服务 也是想他对中国主要的批评 就是在教育这个领域的批评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想帮助中国 在教育方面更进一步的进行改革 建立一个比较好的 使我们这些下一代得到更好的教育 让中国走向现代化 走向真正的现代国家这个行业 其实我上节目前看到 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彬教授 发了一条微博 他引用了王岐山说的一段话 他说其实在现在的中国 已经不怕任何的外来势力了 因为中国足够强大 现在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贪官腐败 如果这个坐实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两种不同的观点 在中国社会的这种撞击 很明显 就是我觉得如果真是王岐山讲的话 我觉得他是看问题 看的是很准确的 那在中国我觉得也不是说 不担心 就是从中共来讲 他会担心任何 危及他一党专制的这个东西 腐败当然是中共的一个癌症 那么除了腐败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这些问题也不是说 就是不解决就能够 不从体制上解决 就能够使中国完全是说 有自信 有这个执政能力 能够掌控这个社会的 这个发展进程的 滕彪先生 我们看到呢 《求是》这篇文章上呢 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呢 在任何学校 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 是任何一个教师 最基本的素养 那么您曾经作为一个 这个高校的教师 您来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一个高校教师 最基本的素养 应该是什么呢 教师中国这个古人讲 这个传道授业截获 但是我自己的理解是 教师尤其是人文 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师 他首先要让学生 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要启发学生的这个思考和良知 让他们有这个社会责任感 这个是最重要的 当然要有最基本的 这些专业的训练 要传说知识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个素人 要让学生有真正的 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是教育最重要的目标 也是一个教师最基本的素质 那恰恰在这一点上 中共它的这个体制 所要求的是剥夺人的这个思考 让人不去思考 让人无条件的去接受官方的 这些洗脑宣传 所以那些特别有独立思考能力 敢于批评现状 关心社会的这些教授 这些大学教师 就一个一个的受到处理 有很多被迫离开讲台 包括我自己 包括像张学忠 夏夜良 张博树 很多很多都被迫离开了大学 韩先生有补充 我想这个刚才他讲独立思考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过去也做过小学中学老师 那我觉得老师应该具备的一个素质 就是首先教会学生怀疑 那么在这个怀疑上 就是所谓的批判性思维 在这个怀疑上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 用事实来独立地作出结论 这是最重要的 但中国目前的这个情况不是这样 好像都是要权威 共产党来主导你的思维 这种思维不可能 我们知道所有的创新 之所以人类社会 从中世纪的黑暗社会 走向现在的文明社会 就是经过了这个知识的和这个自由的传播 言论自由才走到今天 如果我们继续限制自由的话 中国是不可能走向这个 叫现代国家的这个行业的 韩先生我们 我这次为了做节目呢 其实联系了中国非常多的自由派学者 其中还包括贺卫方教授 但是都被婉拒了 那么我们也就是非常的理解他们的处境 那我们今天看到了 有一个社科院的专家写了一篇文章 其中非常的这个语气 都非常的杀气腾腾 他说严惩围攻教育部长的教师和公知大V 我们也看到中国很多官媒 也发出了同样的论调 那您觉得就是中国政府 会不会对进一步对思想界 对知识分子进行进一步的前置 我觉得会的 这个所谓的社科院的专家 实际上你看他还有一个这个帽子 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控制办公室的 这个秘书长 他还是一个法学博士 对所以这个杀气腾腾这样的文章 我是从这个八九六四以来 可能还是第一次看那么杀气腾腾的文章 很显然他们要想 希望对这些个这个所谓的自由派 知识分子动手 那我想这个中国的这个言论自由思想 这个延东可怕要到来了 但是呢 前面很多听众打来电话就说 因为这个网络事件 你没办法控制这个信息 没办法控制思想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 我们看到很多对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评论 很明显都是批评 好的 时间关系呢 关于求是网发文批高校教授 传达什么样信号的话题呢 就讨论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 滕彪博士 和哈德逊研究所的课作研究员 韩联潮博士 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VUA卫视 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中 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在金融界的反腐 以及阿里巴巴卖假货一案 欢迎您准时收看 如果您希望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 还有互动 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 提出您的看法 或是您的问题 同时也可以在时事大家谈的Facebook 或是Twitter账号上 发表您的看法 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BOIO 以及Twitter.com-BOIO 另外观众朋友们 可以在电视屏幕上 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 您使用手机 或者是平板电脑上的 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 就可以翻墙浏览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欢迎使用 别忘了北京时间 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 准时锁定 BOA卫视 我是吴欣欣 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义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